第七十九屆威尼斯音展当地时间10号揭晓得奖名单 身为评审团主席的演员朱利安摩尔宣布最佳男演员奖 由饰演伊尼舍林的女妖的柯林法洛多夏 可惜仍在洛杉矶工作无法亲自领奖 只能视序现身表示超级惊喜 柯林法洛与杀手没有架齐的导演演员班底再度合作 让他夺下影帝宝座 而影后奖项则由凯特布兰奇获得 还有没有人在这些东西 我会把这些白酒喝很多 哈哈哈哈 我不吵 实际上是 我再次决定带着那些手 电影塔尔中饰演指挥家精湛表现备受肯定 2007年凯特布兰奇就拿过威尼斯影后 这回更被看好问鼎奥斯卡 至于威尼斯影展最高荣誉金虚奖 则由纪录片所有美丽与流血货班 创先力由奥斯卡导演罗拉普瓦特拉斯 探讨鸦片药物成瘾的纪录片夺下 至于台湾作品也在这回威尼斯影展展露头角 这是我的说会赞预赞 《雁尼斯影展成最高荣誉》 要獻給為理想與自由犧牲的人 不負眾望拿下單元最高榮譽 受國際肯定